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直播间 说到这个临床试验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存在什么风险 对参加者有什么样的资格 条件的限制 我们今天的直播要帮助大家破解临床试验的迷思 那电视机前或者是网路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随时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请拨打热线电话855-668-5066 或是直接网路留言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医生 一位是西奈山医院癌症治疗中心 医疗总监曹泽凯医生 曹医生你好 舅舅你好 吴医师你好 健康一加一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曹泽凯医师 你好 那第二位是表为医院癌症中心总监 吴津津医生 吴医生你好 舅舅你好 观众朋友好 曹医生你好 好的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 就是说到这个临床试验的这个名词 很多病人可能是会有一点概念 那对于一般观众来说 可能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临床试验 那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我们曹医生 什么是临床试验呢 是 这个9970来讲呢 所有的新的治疗跟新的药品 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很严格的把关 很严格的检验才能经过通过 那临床试验是这个很重要的一款 那其实临床试验它分为这个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通常都是找这个最合适的量剂 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然后最有用的药剂 那在第二阶段呢 使用这个药剂继续在观察说 这个药是不是有效 然后继续看它的副作用 那第三段来讲呢 通常都是把这个实验的药 跟这个标准的药啊 还是安慰剂作为比较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通常经过三段的实验 如果真的证实说这个药是有用 而且对人体是把伤害状态最小 还是副作用状态最小之后 就会受到这个政府的通过 那第四期的临床试验呢 就是说通过之后 会长期看它的长期的副作用 是有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是 是 那说到这个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有什么样的目的 也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吴医生吗 对 您问题问得很好 那么临床试验呢 它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药物的剂量呢 在哪一种剂量方面呢 对于人体来讲 它的副作用是最小的 那么第二个呢 它的目的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看这个药物剂量 在哪一种方面呢 对癌症的效果是最好的 治疗的方案是最好 是 那说到这个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我们想很多人都很关心 到底它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问得很好 对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临床试验的药物呢 从研发一直到 国家批准需要一段时间 那么如果 如果病人能够参加临床试验的话 那它最大的 对病人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早一点接触到新的药物 这样呢 很有可能对病情会很有帮助 所以这是对病患来讲 最大的好处 是 那如果说 讲到这个好处 但是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还是继续请教 对 就是问了很好的问题 那么每一个药物 都会有一些风险 那么对于临床试验的药物来讲 因为它是比较新的药物 对吗 所以它有一些副作用呢 也许我们知道的情况比较少 所以呢 有可能会发现一些 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副作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有 医疗团队专门来照顾 在临床试验的病人 这样我们会及时发现 任何的副作用及时治疗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如果参加临床试验 它会得到比一般病人 更多的照顾吗 没错 就是说 比较更好的质量跟照顾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临床研究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每一个临床研究 参加临床研究的病人呢 都会有 他专门的临床的研究的护士 还有他的主治医生 然后还有专门 做这方面临床研究的医生 整个一个团队 很仔细的观察 然后照顾他 好的 那我们先来接听一通 这个纽约的赵女士来电 赵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 请说 我想问那个吴医生 一个问题好吗 好 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 癌症临床试验 那个药品疗效好不好 然后呢 使用那个癌症试验的药物 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好 这问题两个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赵女士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说 临床药物的试验 可不可以做 还是 没有 他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知道说药物 有没有对于身体的治疗 是比较有好处的 对 好 谢谢您赵女士 我觉得您的这两个问题非常好 第一个呢 就是您问的是 临床药物对身体的这个病情 治疗有没有好处 对吗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所临床研究的药物 对病情都是 应该是有好处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这个药物 所以呢 我们都是 因为他从我们的理论来讲 对病情有好处 所以我们才会研发它 第二个赵女士的问题是说 如果参加临床研究的话 病情是不是可以完全治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您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的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病人 有这方面的病例的 那本来是已经晚期的 或者是一般的药物 没有效果的病人 对吗 因为参加临床研究 然后病能够治好 确实也是 对于我和对于病人来讲 我们都觉得很高兴 是是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请教一下曹医生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临床试验 那在你来看 就是对于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那对病患的好处 在你来看又是什么样呢 是 其实刚刚吴医生讲得很好 那最主要来讲是说 在这个实验室开发的药 在美国 尤其是在美国这一块来讲的话 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才能经过一步一步的这个推广 然后才能做到这个认证 那如果是接受临床实验来讲的话 可以更早去做到这个治疗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病人 是有这个先例 受到很好的治疗 然后把他们病情控制得很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其实临床实验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那好处是说呢 你的病情有一大堆的这个 不管是你的医疗团队 还是你的研究团队 会跟你的病情跟得很紧 然后可能你的抽血方面 检查方面跟这个扫描方面 会做得多一点 但是相对上来比的话 那可能进出医院的次数 还是做检查的次数 可能又相比较更多一点点 所以我会劝就是 大众们如果 那个临床实验是你的一个选项的话 你会好好跟你的 腫瘤科的主治医生 细谈一下 看看您的病情 还是说现在有 所有的临床实验之中 有没有对你比较适合的 是是 非常感谢两位 我想呢 其实今天现场有很多 我们观众朋友也好 或者网路前的观众朋友也好 如果你对临床实验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进来 电话是 热线电话8556685066 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而且网路上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留言提问 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 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他们提到一些问题 我们先来回复一下网友的问题 好 就第一个问题 他就是提到说 就是我以前听说过 临床实验 但是印象中就像自己是一个实验品一样 那到临床实验的安全性到底有多高 如果我不是一个绝症 就是所谓的癌症病人 参加临床实验的风险 是不是很高 不值得 先请一下吴医师 对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非常好 那么这个临床实验呢 那么我们从字面上理解 好像是一个实验 听起来好像有点怕怕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临床实验这一步呢 是经过非常非常严谨的 科学的很多的步骤才到达这一点的 所以呢 我们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药物呢 已经了解了很多了 所以呢 我们用的剂量呢 都是很小心的 对于人体的危害 虽然说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但它的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了 所以 我们的副众一定是可能会有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用一些 没有知道的剂量来做一些实验 这些是非常严谨的 非常小心的步骤 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对这个有进步的了解 是 那说到这个部分 我想回过头来再跟您请教一下 您刚刚之前提到就是说 参加临床实验 它会得到更多的医疗照顾 那比如说跟这个参加的 比如说它这个护作用 或可能相应的风险 是不是会有得到 比如说在预期中更多的 更好的照顾 就比如说 它在整个实验当中 它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而排除掉有关于这个副作用的产生 对 就是您的解读非常精确 其实 因为我们在 因为我们在比较 对病人的照顾的比较细心 对吗 所以任何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任何副作用的话 我们会 第一时间知道 也会第一时间 对病人进行 治疗啊 或者是照顾 所以呢 正因为我们临床实验的药物有的时候 我们对副作用方面呢 会比较 观察比较仔细 所以呢 我们对这方面的治疗也会比较及时 所以就算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话 我们也会 尽叹的能力 来帮助病人 所以呢 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好的 好 谢谢吴医生 那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杜先生的来电 杜先生您好 请说 对 我只是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什么样的病 才够资格 要去做临床实验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当 就是说我们的人 就是我们人类 自己要去当 白老鼠 去做这个实验吗 还是说 透过动物座的实验 之后就可以直接 应用到人的身体上 好的 我意思是说 一定要拿去人 去做临床实验 还有第二个 什么样的人 Qualify去做 临床实验 就是说 当医生的这个 实验室 是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 真的很乐意去做 这样临床实验的话 一般的正常的人 是不是不能去做 还是说 他做了之后 会得什么样的 您好 第三个问题 我没有听清楚 你说 是不是说什么样 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一般正常的人 如果去做 临床实验的话 会不会得到一些 相对的补偿 正常的人是吗 好的 好 谢谢您的来电 好 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就是由 吴医生好了 这个我们就第一个 什么样的资格 他是可以来参加 这个临床实验的 对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么这个资格呢 要看具体的某个临床的项目 来决定的 那么一般来讲 第一期的临床项目呢 我们所接触的病患 稍微多一点 种类会多一点 那么 但是呢 就算是种类多一点 那么至于是某一期的 这个癌症呢 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还有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某一种癌症 它在以前所受过的治疗呢 也会有一点规定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健康状况 对吗 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啊 还有他的抽血方面的指标啊 等等这方面都会有一些要求 所以呢 如果说某一个病人 感兴趣做临床研究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呢 是和主治医生沟通 然后呢 看一下某些项目 是不是跟病人的病情 会比较吻合 这样的话呢 具体做一下 具体的合适 是是 好 那请教一下 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请教一下曹医师 他刚刚讲到 就我们杜先生就说 是不是我要当成一个白老鼠 来让人家做试验啊 那可不可以请您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对 其实我做了一个临床实验 蛮多年的 也是有听过 有病人 或者说自己的朋友 还是亲友 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病人的权利是很重要的 当你接受了一个 临床实验的治疗 而你感觉到说这个治疗对你来说不适合的话 你是有这个权利是说可以立刻停止这个治疗 当然说医疗上面来讲的有标准的治疗 其中一个选项也是这个临床实验的治疗 那最主要来讲的是说 我对病人来讲是说 这只是一个你的选项 最重要还是你要跟你的主治医生讲好说 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你如果去做普通的治疗 标准的治疗 还是说临床的治疗 对你来说 好处在哪里 坏处在哪里 要斟酌的考量之后 才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是 所以还是要针对病人当时的情况 就是说他一定要跟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那另外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也很多人提到 就是说也有讲 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临床实验我是不是一个正常人 等于是他身体没有疾病了 但是他可以来做临床实验吗 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其实在肿瘤的临床实验来讲 这个案例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有很多我们刚刚说过的 临床实验是任何的医疗的治疗 或是这个药物 需要这个争取的争取到了 才可以多得政府的认证 那其实有一些不是肿瘤的 像是高血压 还是这个可能是这个糖尿病 不同的这个临床实验 有可能是有正常人 来去做这个临床实验 可能配到说是吃药的这一方面 还是说刚刚说过 有安慰剂的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在肿瘤的 我们刚刚所说的 肿瘤的治疗的 这个临床实验来说 是比较少见的 OK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要请观众朋友 帮我们一个忙 就看完这一集的直播之后 在网路上的朋友 请在po文的地方 填写简单的问卷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做得更好 来为大家服务 直播之后呢 大纪元时报会刊登问卷 那大纽约地区的朋友 请您填写完问卷 在4月29日 也就是下周六的早上11点钟 带到喜莱丹酒店的二楼 在法拉盛 那由新唐人电视台 所举办的 华人费健康展的活动现场 有总价值1000美元的 由云访提供的手工珠宝 来赠送给大家 我们欢迎大家 踊跃带着您的问卷 来活动现场参加抽奖 当天也有很多的 费健康讲座 以及多重的免费健康检查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直播间现场 好的 欢迎回到健康一加一 直播间的现场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 破解临床实验的迷思 邀请到两位医生 一位是西奈山医院 癌症治疗中心 医疗总监曹泽凯医生 另外一位是表为医院 癌症中心总监 吴津津医生 我们欢迎线上的朋友 直接留言提问 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855-668-5066 那在美国 其实临床试验 已经逐步的成熟了 并且有很多的病人 作为医疗的方案之一 但是华人群体 对于这个临床试验的了解 比较少一点 甚至有些误区 那我们其实现在想来听听 纽约的华人是怎么样看待临床试验的 先来看看 临床试验好像没听过 听过就感觉是 就是为了医学成果 然后做实验 我觉得还挺好吧 因为它首先那个医院都是大医院 在我们来说 我们对那个医院就是非常的 就觉得是很放心的医院 才会在那做 而且有些人还愿意去做这个实验 忧虑 应该不会忧虑 我觉得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做实验 当然 如果你有贡献的精神的话 可能会 说你是免费给你试用 或者感觉自己 免费的东西 会不会把自己当成小白鼠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民众 对临床试验有不同的认识 那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 在两位就是接触的病人当中 有没有人认为就说 我参加这个实验就是把我们当成小白鼠的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会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对一定会有的 那么我从事临床研究这么多年 确实有病人开始会觉得 好像对临床实验这个名词比较排斥 因为觉得好像听起来就好像说实验嘛 就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基础的 只是用一些药物 然后好像也我们对病人好像没有照顾到的很好 但是其实是相反的 对吗 我们做临床实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 知道某一种药物对某一种癌症 它是有效果的 那么这个研究成果在经过反复实验之后 会进一步就会在动物方面做同样的实验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测验到它的剂量会怎样 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之后 我们才会把这个药物推广到我们病人身上 所以临床实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非常谨慎的 很严谨的科学的办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临床实验呢 因为说实话在肿瘤方面 所有的医生至少是我认为 我们现在使用的药物 第一所有的药物都是经过临床实验来的 第二我们知道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有效的药物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希望病人的定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所以我们才会有临床实验的药物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有临床实验药物来提供给病人的话 这是一个对病人很好的机会 因为等到某一个药物 就算它非常有效的话 等到它能够完全国家认证要好几年之后了 我们有的病人没有这种机会 等到那么多年之后 所以临床研究其实并不是把病人当作小白鼠 而是给病人提供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呢 就是能够完全治好或者一个生存的希望 是是我觉得也有很多民众 他可能会有同样的 就是说他觉得他除了像刚刚民众 他说我可能不要 我不会让我家人出血 这个曹医生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对对一定有的 因为很多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都是跟家属 可能是小孩子 还是兄弟姐妹一起来 那当然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说 小白鼠是没有选择的 但是病人是有选择的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跟你的医疗团队 就是讨论一下说 你的选项是什么 你的这个标准治疗的选项是什么 然后你的临床实验的治疗的选项是什么 但是说实在话 有一些疾病 不管是就是比较罕见的疾病也好 还是说比较难治的疾病也好 有时候医疗的最好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临床实验 所以这一些就是比较科学上 就是科学性医疗上的东西的话 是很有必要去跟这个您的主治医生厘清 然后对你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是其实说到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也两位医生 帮我们讲解了 就有关于临床实验 其实呢或许很多民众都在想 我们到底要不要来参加 有什么样资格条件 我们等一下会来请教一下医生 但是在这个部分之前呢 我们在过去有采访过一些 有参加过临床实验 然后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好吗 看一下 我的父亲 所以我真的被我长得很长 我可以帮助那样感觉到其他人 或者是孩子或甚至党的患者 在病院里面的病院 选择第一次是一个研究的研究 他们只能够讨厌四个人前面 我被他们的五个人试图试 好的 其实刚刚 这个影片中的这位魔术师 他过去他患了血癌 参加临床试验后来获得康复 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 有没有您在接触的这个病患中 有没有参加过临床试验的 那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病人 那么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小孩子 要参加临床试验 当时其实也怕怕的 因为只有四个病人 但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那么参加临床试验 其实救了他的命 对吗 我是确实有一些病人的 那么我至少有两个病人 第一个是大概七八年前 我有一个病人 只有五十几岁 患了肠癌 因为没有去做大肠检查 那么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了 所以其实他的转移在很多地方 那个时候他知道没有办法手术 所以他那时候很绝望 他问我 他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活下来 我说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晚期 但是我们还是有临床研究的项目 虽然说这个药物 大概那个时候 差不多十个病人用过 我说但是从这个病的 身体状况来讲 我觉得各方面指标 还算比较达标 所以我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药物确实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病人 他当时五十几岁 身体还算不错 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 用最好的最快的办法 能够治疗他的病 虽然说当时我们有很多 其他的所谓的治疗方案 但是临床研究呢 他参加这个临床研究项目 大概有六个月吧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他真的是完全好了 完全康复 完全康复了 他所有的 虽然是晚期 他所有的癌症 已经完全消失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几乎是 就是不可置信 他自己也不可置信 那个时候 他的女儿还没有结婚 现在他已经有外孙了 外孙已经三岁了 你知道吗 我上个月见到他 他每次来 他跟我说 他很感激 有这个机会来参举临床研究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吴医师 我们等一下再请教曹医师 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王先生的来电 王先生您好 王女士 抱歉 王女士 来 王女士 你好 我想问吴医生 参加临床试验的人 会得到额外的医疗照顾吗 参加临床试验的人 会得到额外的医疗照顾吗 来 好 谢谢 来 请问一下 来 曹医生 曹医生呢 好 您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听到吴医师 对 我们刚刚说到说 因为做临床试验 它的管理很严 所以必须要请这个医疗团队 跟你的研究团队 帮你加把的把关 刚刚讲到说 可能在执行上的话 医生的复诊要多一些 抽血的行动要多一些 然后扫描的次数要多一些 所以对我来讲呢 这些都是对病人的保障 所以对我来说 对的 做临床试验的病人 确实是有比较多的 受到一些照顾 是 是 好的 我们现在要赶快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患者有需求 要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有什么要条件 怎么样参加呢 对 这是很好的问题 那么这个条件呢 如果病人感兴趣的话呢 第一个呢就是 询问一下主任 你的主治医生 看看这个病人的病情呢 是不是有临床研究的项目 然后如果有项目的话呢 那么要具体看是哪一种 和组织医生沟通之后呢 选一个对病人最有利的方案 这样呢 具体再核对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找到 您最满意的临床研究 是 是 那曹一先生 其实我有某一部分的病人 舅舅 他是以这个clinicaltrial.gov 找到我们的这个临床试验 过来找我们的 所以因为美国他的政府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去经过网站 民众们都可以找到 适合他们的临床试验 是 是 好的 那其实我们线上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来电 网络上有一些提问 我们等一下再来 继续请教两位医生 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 观众朋友们 在4月29号 新唐人电视台 还有大纪元时报 举办了一个肺健康展 时间是下周六的早上11点 到下午的3点 在纽约法拉盛 喜来丹酒店的二楼 现场有肺检查 还有心脏检测 以及针灸等等的 免费健康检查 我们欢迎朋友们来现场参加 也请观众朋友 在直播之后 在大纪元时报上 填写本集的问卷调查 带到这个肺健康展的活动现场 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获得总价值 超过1000美金的手工珠宝 由云访提供赠送 那线上的观众 您可以在Facebook的贴文的地方 找到问卷的网址连结来填写 让我们有机会 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好的 那我们目前 电视直播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请继续在新唐人电视台 还有大纪元的脸书 粉丝专页 以及大纪元直播网上 继续收看直播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直播现场 好的 欢迎回到健康一家一直播间的现场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 破解临床实验的迷思 邀请到两位医生 一位是西奈山医院癌症治疗中心 医疗总监曹泽凯医生 以及表为医院癌症中心总监 吴京津医生 我们欢迎线上的网友 您可以随时留言提问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 8556685066 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医生互动 还有对于其实病患来说 我有个疑问 就是我怎么知道 医生是不是有拿药厂的钱 然后来让这个病人来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民众 他可能也会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请教两位医生 周若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么现在呢 其实呢 在美国这种现象是少之又少的 而且呢 在美国我们有明文规定的 对吗 任何时候如果医生和药厂之间 有任何这方面的瓜葛的话呢 医生所有从接受药厂的份量 都会在网上公开的 所以呢 任何人都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这个医生有没有接受过药厂 任何的好处 不管是几块钱啊 几百块钱啊 都会列出来 所以呢 这些方面民众不需要担心 而且呢 每次比如说如果民众想要参加一个临床研究 那么这个医生呢 他对从曾经从药厂 以前呢 或者是现在 有接受过一些钱啊 或者这方面的好处 对吗 那么这些钱的数量 都会在临床研究同意书上面标明 这样所有参加这个临床研究的病呢 都可以知道 这个医生曾经从这个药厂接受过这些 那么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临床项目 所以这些大家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真的是很多是很透明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知道 是是 那曹医生有没有补充 对 刚刚吴医生说到 这些这个数据其实都是公开的 那其实他公开信 公开分得很细 你如果去那个网站去看的话 他会分出来说 您收的钱是什么钱 第一个是可能是研究款项 其实那一方面其实很重要 因为作为一个这个研究人员来话 很多这个作为研究的基金 都是这个药厂提供的 还是提供他们的药 所以这一方面是 大致上是不是太有问题的 那其他另外一边看的 有一些是可能是做这个顾问的方面 有一些是演讲的方面 所以这些病人来讲 可以自己看的比较细一点 那有疑问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去这个询问说你的医师 因为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沟通 真的很重要 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相信你的医师 你才得到最好的最好的治疗 是我觉得简单来说 就是我的命都交给您了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沟通的很清楚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王先生来电 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两位医师 就是那个 就像想得到这个临床试验这个消息 怎么去获得 有没有公布这个临床试验这个消息的平台 好的 先两位医师回答我这个问题 谢谢 好的 好没问题 那么刚才曹医师也聊到这方面 一个是英文的地方是 www.clinicaltrials.gov 这是英文的方面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 叫做 美国癌症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他们也会有这方面 还有呢 就是如果说 如果愿意的话 比如说打电话给某些医院 比如说你知道那个医院吧 你可以打电话给那个医院 他会提供这方面临床研究的项目 而且如果你是某一个医院的网站的话 比如说 他也会这方面临床研究的项目提供给你 是 好 那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纽约的韩小 韩女士 韩女士您好 嗨 你好 吴医生和曹医生 谢谢您给我们解释这些 我就刚才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就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病人 比如说他们到了癌症的晚期 他们如果说用尽了所有的方法 他们很希望就是到 如果有条件的话 他们希望到美国 到更发达的国家来治疗 那他们也想 可能也想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但是这种您觉得值不值得 就是说他跑过来 消耗这些体力 大量的体力 还有经济上也是一个负担 还是说 您有没有推荐说 他在国内也有一些临床试验可以参加呢 就是您会怎么 怎么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谢谢 好的 谢谢韩女士 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就会 对对 韩女士 你问得很好 对吗 其实我知道在国内有一些病人 尤其是在 像您所说的情况的时候 很多药物都用过了 但是效果并不好 所以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确实 病人身体状况不好 或者是经济方面呢 会有一些负担 那么第一步呢 我觉得还是看一下 在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临床研究 看一看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那么最 就近来治疗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说是 有一些病症 比较罕见的病症 如果说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临床研究 那么 病人希望 有一个机会到国外来看一看 有没有 类似的 临床研究 其实呢 可以先在网上查一下 或者说 询问一下 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这方面的临床研究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 也许跟临床研究的 这方面的研究团队联系一下 看看他的病症 是不是符合临床研究的要求 如果一切都觉得蛮符合的 而且病人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 那我觉得 尝试一下非常不可 是是 那我想这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参加临床试验 有没有费用的产生呢 额外的费用 或是什么样的费用会产生 其实临床研究 比如说 有一个病人 需要参加临床研究 那么 他这个额外的费用 一般来讲 是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 临床时一般来讲 药物呢 是免费提供给病人的 这个新的药物 那么其他方面的费用呢 一般来讲 都是由 保险公司 来 来提供的 所以对于 病人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 额外的费用 是 那如果说 像刚刚那个 韩女士也提到 就是说 有像 如果她有这些 从中国 或甚至外地 他们想要来美国 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他们是不是也是需要 有一些 另外的额外的支付呢 是 其实每一个的case不同 我们也常常看到说 从其他国家来美国 跟我们求诊的 一些不同的病人 当然 不是临床试验 是他们唯一的选项 我们可能会 看他的病例 然后来决定一个说 对他来说是什么最好的治疗 但是最主要还是说 这个病人的经济能力 跟他的保险的情况 来主宰说 他是不是可以成功的 在这里做治疗 还是说在这里做这个临床试验 因为刚刚吴医生听到的是说 临床试验的药物 其实都是由厂商来提供的 但是通常普通 看诊或治疗的费用 其实是保险公司提供的 那在美国来讲 这个费用并不是一个 很小的费用 是 所以每一个case都不一样 不过这个点要特别注意 是 好的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比如说他在美国 他并没有医疗保险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可以探讨的费用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那么在纽约呢 其实我们很幸运 对吗 因为我们纽约有很多 公立的设施 比如说市立的医院 比如说表为医院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所有的病人 那么就算是 比如说暂时没有保险 某一种原因 那么其实我们都可以申请保险 所以并不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病人 我没有保险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是很欢迎病人 来表为医院 因为就算病人没有保险 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治疗 甚至包括我们的临床研究 是 好的 好 那我们赶快再回复一下 线上网友的提问 就是这位网友他提到说 我的女儿得了血癌 但是她还很小 是不是小朋友 继续做这个临床试验的危险性很大 若发生副作用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问的问题非常好 我可以这么说 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得的病呢 是一般的治疗方法能够治愈的可能性非常高呢 那么我们可能参加临床研究的这个必要性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他的治愈的可能性比较低的话 我建议能够参加临床研究 因为其实我知道我是专门看成人的 但是我有一些儿科的这个同事 对吗 他们看的是儿科的病患 对于儿童的癌症来讲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临床研究 是 因为确实是现在有的治疗方案不够好 所以临床研究是最好的 那么副作用呢 当然呢 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是比较辛苦 但是我知道在做临床研究之前呢 小朋友的主治医生呢 还有研究团队会和小朋友的父母具体沟通的 所以呢 不要害怕 在我们接受临床研究之前呢 要跟主治医生好好聊一聊 如果您觉得比较担心 听起来副作用好像蛮大的 那您也可以就是不需要参加也可以 但是就是了解到所有的事实之后呢 最后做一个决定 是 我想呢 很多线上的朋友都会有问题 比如说 刚刚其实两位医生也提供了很多 有关于怎么样参加临床试验的这个一个方法 那其实新唐人 大纪元网站的健康频道 我们有提供了一些中文的参加临床试验的一些方法 还有资讯 您可以到大纪元网站上面 健康频道上面去来做搜寻 我想这个可以提供给中文的朋友 做一个很好的帮助 好 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网友的问题 另外一个临床 请问一个临床试验 需要测试过多少位病人 才表示这项实验合格的呢 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临床试验有分不同的阶段 那大致上来讲的话 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时间上是一到两年 第一个阶段通常的临床试验 通常是可能只有几十个病人 那最主要是他要找到说 这个药剂是怎么样才是最适合的 那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这时间又要两三年的时间 通常这个阶段的话会还是就是一到两年的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 然后有结果可能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 那很少数的药在通过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美国FDA的认证 然后受过通过 那多数的药还是要经过这个第三期的这个试验 那我们刚刚讲说第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 多数来讲都是好几百位甚至上千位 这个临床的事业来做来治疗 那治疗的程序呢 就是可能一半的病人受到这个新的治疗法 另外一半的病人受到这个标准的治疗法等等这样子 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然后人数来讲的话可能到几百或上千个都有可能 是所以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有可能 每一步就至少要一到两年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曹医师说的很好 那么这个人数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知道最近呢 因为我们有新的一种我们所说的新的药物的这种治疗的方案 所以呢在国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呢 在破电话的情况下 第一次在某些药物第一阶段之后就批准了 叫做快速批准 在美国来讲 就是说因为这个药物呢 它确实效果非常好 那么病人呢一般的病情非常严重 如果我们要像一般的情况来批准的话 那这些病人真的是等不到 除非病人很幸运参加了一场研究 所以呢这种第一期就批准了药物呢 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确实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对于我们医生来讲 我们是希望如果病人有机会 真的参加临床研究 这样我们可以早一天能够得到这个药物的治疗 是是 好的 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纽约的王先生的来电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我们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我需要付费吗 参加临床试验需要付费吗 其实我们刚刚两位医生都有回答过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还是请 对 王先生您问的很好 对那么临床研究听起来好像蛮复杂的 那么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会想 哇是不是需要我付一些真的费用 有的时候我可能要看医生频繁一点 像曹医师说过的 可能我要做扫描的这个几率也高一点 那么 临床研究呢 是不需要付额外费用的 所以呢在这个临床 同意书的时候都阐述非常清楚的 临床研究呢 主要是目的是希望我们早一点把药物带给民众 所以呢 并没有额外的付费 所以您不用担心 是是是 我想王先生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回复 好的 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提问 他请问医生有没有在临床试验时 发生过危险的情况 那医院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万一发生危险 病人是否一定的补偿 那位医生 是 我来做一个回答 其实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临床实验的治疗 是一个很不定的数 因为究竟来讲说临床实验这些治疗 在人体使用 或者说民众使用的数目很少 所以他很多的副作用并不是大家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有癌症的病人 本身他的并发症会比较多 他进医院还是说他感染的几率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通常来讲如果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会通常让他早点进医院还是进来我们的这个癌症中心做检查 是我们会对病人把关这样子 那是不是通常参加这个临床实验都是以癌症的病患为主呢 是我们两位因为是这个总流科医生 对所以我们做的临床实验大致上都是这个治疗癌症的 那有没有像曹医生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患者 他参加过临床试验 那他们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对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我2012年碰到的一个病人 他是这个前内线的这个末期 其实他是一个很高大很高大的一个黑人 他是一个saxophone的一个这个音乐家 在全国去这个演奏的一个音乐家 然后他我碰到他的时候 其实他在医院里面跟我做了这个约谈 碰到他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都没有发展下床走路 因为他的肿瘤的转移压到他的血管 他并没有办法这个自己的这样来走路 那我们谈了很多这个治疗的方向 后来决定说做这个临床自验的一个治疗法 现在五年之后了 他也做了第一项跟第二项不同的这个临床实验的治疗法 而且这两个药物现在都已经受过这个美国的FDA的通过了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说这个一个病患真的比较严重的病患 由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方法来比较早的接受到很好的治疗 得到说这个病人可以受益这样子 是那刚刚其实也有网络上有网友提问 就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现有现成的治疗方案你不用 你一定要去试这个新药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现成的药物不用对不对 因为这已经经过国家认证了 也用过很多次了 安全指数我们也很明白 那么我想有刚才有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因为我们现在的药不够好 对吗 也许我们药物可以治愈的可能性是60% 但是我们想它不到90% 或者说我们的药物它的虽然说治疗的效果好 但是它的副作用太高 所以我们像副作用这样低一点 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候都在研究新的药物 因为我们认为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癌症病人如果我们有多一分的机会能够治愈 或者说多一分的机会能够减少副作用 我们都会尽力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每一个病人 见到医生第一句话是说 有没有临床研究项目 因为临床研究项目对于我们癌症科医院来讲 就是属于最好的方案对于病人来讲 是一个机会 是 那曹医生您怎么看 如果说民众也说我现在有这个现有的药 那我如果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万一我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险 那这个网友也提问说 那医院它有什么样的就是补偿方法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办法 您觉得 其实我常常会跟病人讲 就算你得到的治疗是标准的治疗 并不代表没有风险也没有副作用 虽然是说这个临床实验的药 是比较一个不知数或不定数 以这个副作用来讲 但是说这个有很多临床实验的治疗 它的副作用都是降到蛮少的 尤其是最近的标靶治疗 还是这个免疫系统治疗 都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 那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做实验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健康上的问题 当然是你的医疗团队跟你的研究团队 会第一时间的帮你做处理 不管是这个做这个检查 还是住院治疗 对对等等都会的 就是他们会进行经历来 可以帮你提前做这个治疗这样子 是所以也有很多病患就问到说 那我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万一我分到这个所谓的安慰剂主 那我怎么知道 我是不是浪费时间在吃这个糖片呢 或者是耽误我这个治疗的 就是我耽误我的治疗体程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临床研究的这个研究项目呢 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 因为所谓的这种糖片 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 并没有所谓真正的认可的药物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用任何药物呢 只是我们的数据是比较少的 我们之所以用是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标准的药物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糖片这个设计 但是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注意到 这个并不是50%的可能性 而是30% 还有呢很多这个 我们新的研究项目是说 如果说在某一个病人 他的病情有恶化的话 那可以就是转移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有效这个药物的这一方来 所以呢这个我们所耽误的时间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做临床研究的时候 我们测试的期间是非常短的 所以我们会什么时候病情会有一些 恶化那么会比较快的指导 是那如果说像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副作用 那病人如果他在测试过程中 他发生的副作用 他随时都可以受到这种贴身的照顾吗 因为这个坦白讲 就是说既然他是不稳定性比较高 那他这个部分在医院方面 对这个临床试验的这种加倍的保护 是不是有在这方面提供呢 没错 周周你说的很好 对 每一个参加临床研究病人 都会有一个临床研究的团队 除了他的医疗团队之外 所以我们对病人的这个监测呀 还有关怀呀 都是比较仔细的 或者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 任何时候如果病人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他知道跟某一些人联系 这样呢我们会及时的 对病人的症状做出一些治疗 所以呢每一个参加临床研究的病人 他所得到的医疗方面的照顾呢 都会比没有参加临床病人的这些人呢 要高出一些 因为你所说的不定性 是是好的 那我们先来接听一通 纽约的李女士的来电 李女士 您好 您好 请说 我想问一下那个曹医生啊 就是说在临床那个实验期间 可不会就是服用一些保健品 或者维他命 会不会影响这个治疗效果 是曹医生 李女士 你这个问题 我常常有病人这样子来问我 是 大致上来讲的时候 我们是不建议病人 来一些比较 没有这个 研究过的这个补养品 尤其是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去服用中药 这些是这个比较没有保障的 所以 大致上来讲 我会不是 不建议病人说 如果在开始 临床试验的治疗的时候 来开始服用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像维他命 各个方便的话 其实你要跟你的主治医生 你的这个医疗团队研究一下 这个在这个临床试验 是不是可行的 对 是 那说到这个 讲到这个部分 也有人很多可能想参加临床试验 那他参加了之后 如果这个病人选择说我中途退出 他会被受到惩罚 或者是终止他的医疗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的 你这病人非常好 对对对 那么每个病人都会很担心的说 病人大半有两个担心 一个是 如果说我说我不参加临床研究 我的医生会不会生气 对吗 会不会不给我治疗 那么我可以跟病人很负责的讲 绝对不会的 对吗 因为作为你的医生来讲 我们对你的责任是 我们希望你的病能够好 能够治得越来越好 所以呢 临床研究是一个机会 如果病人觉得不参加的话 我们还会用最好的 标准的方案来治疗你 第二是 如果万一我参加了临床研究之外 万一有一天 或者是因为副作用 或者是我忽然之间不想做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就不行了 我一定要做下去 或者说如果我中途停掉 病人 医生会不会不要再治我了 那么我可以告诉病人 这一点绝对不需要担心 对吗 第一就是 当病人参加了临床研究 签了同意书之后 在任何时间 由于任何原因退出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你退出之后呢 你的医生 你的医疗团队 还会像以前一样 帮助你找一个最好的方案来治疗你 是 所以不要怕 一旦我签了之后 我一定要做下去 不需要有种担心 是是 那是不是就说 他如果说临时退出了之后 他马上就会 无鬼接风 就是他马上可以受到 一般标准的治疗吗 没错 当病人在 说我要退出之后呢 我们一般是当天的时候 因为一般这个时候是 和医疗团队是有联络的嘛 当天的时候 就会 主治医生就会知道 这个病人不愿意再继续临床研究 然后就会 很快的时间 跟病人看诊 然后呢 根据具体情况 然后分析一下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是是 好的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都可以退出 随时可以退出 随时可以退出 对 好的 好 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网友的问题哦 请问 这个有一个网友提问 我不晓得他的问题是 就是说他的病情是什么 他问说 请问使用这个药物 需要放射线电疗吗 需要吗 那么 其实这个网友问的问题 非常好 对吗 是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这个药物 它的 它所达到的这个层面 比较广泛 有的药物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传统性的药物啊 口服啊 或者静脉注射啊 或者是皮下注射等等啊 那有些药物呢 它是 通过放射线来的药物 有的时候呢 是放射治疗和 我们静脉注射同时进行的 所以有多方面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想是指某一种病了 也是某一种临床 研究项目了 对 那么 其实呢 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答的 问一下 主治医生 就会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是 所以所有的医疗方案 是要跟主治医生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沟通 包括这个临床试验 没错 好的 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网友的提问 请问一下 说 这个网友他提说 是 另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问说 参加临床试验 需要多久的时间 要追踪多久 来问一下曹医生 可以 其实每一个临床试验的追踪期都不一样 治疗期也不一样 看它最主要是哪一种奇病 跟治疗的时间需要多久 而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其实每一个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对一个病人来讲 很重要是这些东西 在你参加签字之前都要厘清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说 假如说你可能想做了治疗之后 想回去 回家 去几个月 然后没有办法回来治疗 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医疗团队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信息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厘清了之后 才能就是 可以跟你的医疗团队 做一个很好很好的沟通之后 才能决定说 你是不是适合这个 这个医疗的这个选项这样子 是 那一般会民众讲 其实刚刚也有提到 就说 这个参加临床试验 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跟资格 比如说是身体条件方面 或是什么样的资格呢 是 其实刚刚吴医师有提到 通常的 尤其是我们肿瘤的 这个医疗来讲 它的宣节的条件就是 可能这个肝功能 肝功能的优良 可以自己搭理自己的生活 然后整体的健康很好 但是其实每一个 这个临床试验 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没有这个统一的 这个一个条件 对 所以当你发现到 你有兴趣去参加 某一个这个临床试验的话 你必须要跟他那个团队 进来沟通 看看你本身 是不是适合这个治疗 是 好的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记得网友提到 他问说 如果参加这个临床试验 它是不是在实验过程中 不可以搭配其他的药物 来做这个 这个 应该说来做这个治疗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其实这个东西呢 多数来讲的话 都会要求说 病人跟他们的主治医师 做一个沟通 因为但是多数的药物 其实对这个临床试验的药物 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某一些药物 因为了解的比较多了 可能会跟你的治疗 会有冲突到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要开始新的治疗的药的话 或是这个补品的话 千万千万的要跟你的 这个医疗团队 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就比如说他本身这个假设 这个癌症病人 他有癌症了 但是他又有什么高血压 这个 他是不是可以停掉一些 比如说 他可以停掉高血压的药 或这个 其他的药 然后来直接做这个临床试验吗 还是说在这个临床试验 就会考虑到他本身有这个高血压的症状了 其实我们做临床试验之前 都会考虑到病人本身的这个身体的条件 然后如果有一些是不符合条件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但是我会提醒病人说 这个当你在治疗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要给你调药的话 可以先询问你的这个医疗团队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行 是 那无医生这边有没有补充 有关于就是说 是不是在他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过程中 他是不是也就是不能 比如说不能做其他方面的治疗 必须要中止呢 那就是问的问题很好 曹医师刚才也有这方面的解答 如果说比如说病人 他有其他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啊 或者血脂高一点呢 那么有了癌症要做临床研究 那么其实呢 癌症的药物呢 和其他药物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的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病人要接受临床研究的 其他的药就不能够用了 或者不能够接受治疗的 一般来讲是OK的 那么看一下具体情况 所以呢这一点不需要 但不是说为了参加临床研究 需要听到其他的东西 不需要担心 好的 其实呢 说从骨到今啊 有很多 就是有关于形容这个医生这个行业 像是人心人数啦 行医救人 那这个是医生的使命跟责任 在我们制作这一集直播的时候呢 我们也采访很多的医生 也感受到医生为了帮助病患来治疗 索费的苦心 我们先来听听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但是这些东西是有关于责任的医生 尊重症十分之一, our patients don't survive long. 所以,政府所患者使用了自己的病例 是提供它协族效能够活动 的使用成为病例 更加务能够高齐症的病例 更加 effektiv, 让我们症状务要活动的病例 我们多压利我们的信息 我们非常加大量的信息 我们认为我们的信息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in u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a clinical trial we know,we understand how brave that is to participate because patients often do that understanding that it might not only help them but that it might help patients in the future and it's been very gratifying to see patients come back for visit after visit with these new treatments enjoying their life 其实刚刚看完这个影片 我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发现就是医生这本业为了病人 不断的在努力 不断的在跟病人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 当然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有很多的挑战 通常都是一直努力的不懈 我相信这期节目应该可以带给很多观众朋友 更清楚来了解这个临床试验 那我想这个直播时间也接近尾声 我想请两位帮我们做总结一下 来我们先请尾声 谢谢舅舅 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跟观众朋友聊一下临床研究 那我想所说的就是 其实呢临床研究是一个 对于病人来讲很好的机会 我希望每一个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呢 在看医生的时候呢 都有机会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适合我或者是我家人的临床研究项目 那么我也想说 其实呢做任何一种治疗 最重要的就是病人 病人家属医生的团队 在一起齐心协力 来治疗这个病 谢谢 好 那曹医生 是 其实我做肿瘤科 蛮多年了 我之前会选择这个肿瘤科 是因为其实我有多数的家人 都患离了肿瘤 甚至有一些这个家人因此和过世 那我的总结是说 其实不管我们肿瘤科医生的团队多努力 其实对得肿瘤的病人来说都是不够的 那在这个经历当中 我发现到说做这个临床试验 这一块可以为很多人带来 如果一个新药可以慢慢慢慢来 后来通过这个认证 通过这个受核 可以带对大家可以使用的话 这个一点点薄力 我们这个贡献的这一点点薄力 其实对我来说的意义是很大的 那我在这里要真正感谢所有的病人 不管就是信任我们这个肿瘤科医生也好 因为得到肿瘤 说实在话是一个很艰难很艰难的事情 但是愿意去尝试这个临床试验 对自己可能有利 但是对你以后更多更多的病人也是很有利的 所以真的要谢谢每一个做过这个临床试验的病人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医生 在还没结束之前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我们有一位谢小姐 他在脸书上留言 他说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也希望未来帮助了这些贫穷的人 这更是很多人的希望 谢谢你们的付出 非常感谢 那今天观看了这个直播的网友朋友们 请您花半分钟的时间 在参与的留言板上 上端为本期的这个节目做小调查 来帮我们做一个就是这个survey 就是帮我们做一个小调研 我们会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跟帮助 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曹泽凯医生 也感谢我们吴金金医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让大家重新认识临床试验 对病患的帮助 也历经很多过去 对于临床试验所存在的问题 不管您选择您的医疗方式是什么 对您医疗方式要正确的认识 与医生的配合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病人与病人家属 那我们特别要通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在4月29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在纽约法拉盛西莱丹酒店的二楼 将举办费健康展 现场有多重的免费健康检查 像是费检查还有心脏检测以及针灸 还有价值千元的好礼可以参加抽奖 我们非常欢迎大纽约地区的朋友来参加抽奖 那希望观众朋友在直播之后呢 在大纪元时报上填写本集的问卷调查 让您带到这个费健康展的活动现场 来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会有机会获得价值超过 1000美金的手工珠宝 是云访提供跟赠送的 今天就身上带的就是云访珠宝的提供的赠品 这个云访提供的手工珠宝 那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Facebook贴文的地方 您可以找到我们的问卷这个网址的填写 让我们有机会为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那在下一集呢 我们将谈谈失智症的问题 说到这个失智症 现代美现代人大概有13位长者 就有一个人要面对失智的问题 我们将邀请到 艳成生计药品董事长 黄中阳博士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健康一加一首播的时间 是在美东时间每周六的晚上9点钟播出 那台湾呢 是周日早上9点钟 下次直播时间将会在4月29号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内容 请准时收看 让我们持续为您的健康把关 健康一加一直播间 下次再见 再次见